赵幸世纲演阳 诗作分享 感谢沈博士YouTube的推介 让我关注到邵兴华条城这个楼盘 我是隔山买牛 以买楼花的方式 买入目前的单位作为退休养老的地方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第一,我可以顺利收到楼 第二,收楼之后 觉得这里的环境是很满意 所以是十分感恩的 去年八月我开始入住 八月尾我坐在饭厅吃早餐 望着室内的装修、室内的景色 心中有感写成这首七言阅句 招陷西江燕阳 南山拱湖凌阳峡 满眼江湖影朝霞 舍中草色燕窗外 非了成风入我家 当时我家的装修已经大致完成 但是发觉饭厅的墙壁都几空白 需要装饰一下 我就想到邀请我一位好朋友 书法家周素晶女士 帮我把这首诗书写出来 周女士也认约恩赐我这张墨宝 我就将它装表好 掛在饭厅墙壁空白的地方 都准备订阅 upwards 停 这首诗纯粹写景, 头两句写室内的景色, 第三、第四句写室内的景色 室内为什么有景色? 原因是我在客厅的梳化墙贴了一幅树林的风景画 所以令到室内也有景色 以下解说一下这首诗 南山拱护凌阳峡 从阳台可以清楚软跳凌阳峡 两边有蓝色的山拱护着 满眼光湖影朝下 光是指西光,湖是指沿阳湖 光面湖面平静如镜 影照着超早的云霞 射中草色延窗外 可以见到寒舍里面的草色是伸延到阳台外面的沿阳湖的 飞鸟成风入我家 而长画上的飞鸟 仿佛是从窗外飞进来的 以上分享的首诗 希望大家喜欢 多谢各位观赏 请点赞订阅和转发 欢迎订阅和转发 这里面的颜色 再员